繽紛璀璨的煙火照亮夜空 今年澎湖花火節 首次延到暑假舉行 再加上國旅回溫 一舉炒熱價格澎湖房價 直逼過年檔期 因為供需的不平等 所以業者大概都按照定價來賣 在往年這個時候 偶爾會有一些折扣 所以民眾在感覺 在離老方面可能有很嚴重 那我想這是市場供需的一個原理 不過價格還不是問題 主要是有錢也訂不到 澎湖逼近滿房 花東同樣熱門 民眾報復性出遊 卻也發現一房難求 部分地區房價甚至比去年暑假還要高 有網友抱怨拆單重訂後 上下午價格竟然差超過千元 還有民眾在去年住過的旅館訂房 卻發現今年暑假房價幾乎翻倍 而且8月慢發根本無房可訂 讓民眾忍不住感嘆 難道旅宿業者也有報復性漲價 因為現在價格比較亂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住宿 它可能就會這個 價格可能會高一點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比較一下 內部的旅館的群組裡面 我有嚴重的去跟大家 進行勸說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價格部分 如果已經有承諾了 那就希望能夠照承諾走 疫情趨換國內各大景區 幾乎都是人滿為患 一房難求也難怪價格局高不下 但惡意漲價或解約 恐怕惹來消費糾紛 也建議民眾出遊前 最好先確認訂房資訊 避免玩出一肚子氣 記者綜合報導